勒歐聊世紀 天天榮個星 大家好 我是勒歐 今天來看哥德人對上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7點鐘方向的哥德人 哥德人的特色是他步兵折扣非常便宜 而且織布技術可以一秒研發完成 所以開局的時候就通常會馬上補下織布技術 讓自己村民的血量更飽滿一些 這個效果讓他前起可以去搞野生動物 可以去射豬或是射鴕鳥把動物射死 或是直接把犀牛直接原地射倒 因為哥德人打野生動物的時候 傷害值是非常高的 所以哥德人很適合去開局搞事 哥德人吃野生動物的時間也會比較長 所以在前期經濟也算是還算可以的 不會到太差 也很適合肉馬或是步兵棒棒開局或是裝甲 後期哥德人也可以考慮走重裝馬功路線 雖然沒有母子環和安協人戰術 但是至少三公三房力有的 再加上自己的步兵大軍馬功配步兵 其實也是很適合的 城堡時代時候也可以打一半的騎士 後期還可以轉大落馬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凶人 凶人這個文明特色 是他開局人口就是200人口 不用蓋房子但是木頭開局-100 這個效果可以讓他省下非常多的木頭去種田 凶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城堡時代開始就有90馬功 必用時代是8隻 折扣來說還是非常多的 但是他的馬功有個問題 是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相對來說會比較稍微不太耐打 不太耐打 那凶人他的槍兵是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的關係 所以也是比較稍微弱的一些 步兵路線不太能成為主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的部分目前看起來RIPER 左邊有一塊黃金 這個黃金位置很尷尬 這三個礦區都是非常關鍵的點位 這個點位要是拿不下來 中期會很難受 所以到了城堡時代 還是要在那邊插個城堡 這裡再補一根堡 就可以直接雙堡守住 撞到的礦區 是沒有太大問題 右邊這個眼鏡可以繼續延伸過去了 繼續在那邊插寶繼續控圖 對於BIPP來說 這樣地圖前期要怎麼防守是個問題 中後期這個石頭要怎麼拿下來 也是個大問題 因為他另外手在後面 這個後面應該是還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YO YO這邊的話是黃金在右邊 一樣是在左邊 跟BIPP的地圖是很像 都是礦點都在前面 但最糟糕的是 YO的黃金居然是在正前方 而且還是有高地的情況 所以這邊一定要圍出去 這裡不圍出去的話 YO防守黃金是非常難受的 而且後面也沒有附金可以挖 所以這個金肯定是要守的 這個不守的話一定會炸掉 好我們來看一下YO怎麼去防守這塊金 這裡補了一個軍銀 這裡守住 決定是要這樣子圍 沒有打算要大圍了 那就意味著對手可能 可以在這個位置踩住這個高地 進行攻擊 這樣就會很危險 還是要圍出去一點呢 再圍出去一點很好 好的沒問題了 圍出去就沒有剛剛說的那些問題 OKOKOK 那這樣子的話就還好 對手viper可能只能稍微小小騷擾一下 好現在viper點下了一農一幕 YOE點下了一農一幕 兩邊都是正常的經濟型開局 前面的肉碼不會出的太多 好那現在肉碼的部分點下第一隻 呃槍兵出來了 槍兵出來了 好現在要看一下右邊果汁區的狀況 封箭時代初期果汁都是防守的地藥要點 因為果汁通常都是在外面的 那再來就是牧區 前期只要守牧區跟果汁 其實困難不會太到困難 所以槍兵只要守在果汁區 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用一隻槍兵去稍微偵查一下 肉碼的動向 好viper這邊偵查做得很好 細節都有到位 好槍兵過來 防守繞一下 一隻槍兵守兩邊村民 好打木頭區 木頭區圍下支援點 OKOKOK這個圍得很快 OK圍支援點 馬上支援點就圍好了 這裡再圍下 哇靠吃了幾發箭矢 這裡再圍吃嗎 來不及了 好viper這一波 有努力嘗試去阻止圍家 不是圍家 去圍這個肉碼 肉碼雖然殘血 還是收掉了viper的一隻村民 看起來viper這一波是有點小傷了 好那現在來到封建室代中期 來到14分鐘 14分鐘的時候呢 已經來到了這麼多的田了 15片田啦 YO這邊灑田灑得很快 viper則是只有10片田 這個田的差距 怎麼搞得好像YO這邊才是兇人一樣 木頭更神 YO這邊現在農田灑得非常快速 也是因為他沒有轉射箭場的關係 白魄則是直接轉了雙射箭場 要轉弓兵開 五個人來挖金礦了 沒什麼問題 YO這邊一堆肉碼 待會可能會直接點品種 或是一攻一防 直接走肉碼升級路線 打一個封建 稍微強一點的軍事 追不到完全封建強軍事喔 okok這邊工兵 拆點被抓掉 還有後面有肉碼 幫忙追趕著 viper這邊肉碼繼續追 工兵高地 射一下 補一下傷害 這一波打完之後 YO經濟炸裂了嗎 沒有 開始挖黃金 要不要補馬就呢 這邊YO 要思考的是 馬就要不要補 或者是要轉射箭場 就是補馬就 就是補射箭場 二選一 現在YO 能擋得出這一波嗎 這一波工兵數量其實有點多 點下了一攻 看來是要來走 弱馬路線了 再補一個馬就 馬就補在了前面 okok 這樣子才有可能守得住喔 因為這個兵力實在是太大坨了 讓WOW把就補在這裏 這個馬就能蓋好嗎 這邊viper 極力阻止對方蓋馬就 你馬就蓋出來 我就難受了 好直接過來插塔 控你金金 好但是插四塊黃金 看點品種 好這裡直接補了一根塔 品種沒有辦法點 供兵直接被追著打 後面槍兵往後追 想要抓掉viper的肉馬 viper的後馬有點危險 這邊高打地 但是肉馬的時間是殘掉了 肉馬直接被槍兵戳爛 只剩下兩隻肉馬 好但是YO也是床的狀況 直接被拳吃 最後viper的工兵活了下來 後面這兩根箭塔 已經建立起來了 好這裡放下黃金之後 點下品種 好趕快點品種 ok品種點了 好直接控你這一根箭塔 直接手撕 但沒有關係喔 我還要這邊品種下了 一級的騎兵鎧甲來 好就可以打 但是但是這根箭塔 能夠撐到那個時候嗎 好槍兵成功抽到了肉馬的 等一下 成功拿下 好這裡肉馬準備要放出來了 槍兵準備好了嗎 工兵再次射倒了一隻 拉了更多數目過來修理 但是後面有箭塔的幫忙輸出 唉唷這邊直接過來手撕箭塔 YO這邊判斷相當正確 肉馬放出來打下 肉馬第一時間不能打這根箭塔的東西 而是要打後面的工兵才對 槍兵直接擋住了肉馬的屈辱 肉馬一直被槍兵戳 viper這邊的槍兵打到了成盾傷害 後面的箭塔還在努力輸出當中 但是YO這邊判斷相當正確的關係 這根箭塔已經不保了 YO這一波是全面勝利啊 太狠了 好 工兵繼續被砍爛 技工一防的肉馬 基本上想打贏不太可能 所以走肉馬路線還是比較穩 好 順利解掉viper所有的單位了 這波YO打得非常漂亮 馬就補得很及時 品種也是第一時間就補下了 這都是細節 細節 好 那viper這邊是直接鬼轉四個射箭場 哇 很少看到 四射箭場 通常三射箭場就已經很多了 來到四射箭場 viper是有什麼樣想法呢 有沒有一種可能 他是想要走 不攻兵呢 那如果是走不攻兵的話 應該會繼續產攻兵 但是現在沒有 那應該是正常的馬攻路線 直接走折扣路線 好 那現在肉馬遇到槍兵 只能稍微 看一下 對方的挖精分配狀況 待會打的東西是什麼 沒意外的話 一定就是馬攻路線 好 YO這邊三技師帶落後大概兩分半左右的時間 哦 這裡村民可能要再被抓個幾尺 viper這邊的肉馬 沒有關係 只有槍兵防守 完全擋不住一攻一防的肉馬 先把自己圍起來 這隻村民是要去哪裡呢 蓋完了東西之後 怎麼往下走 再繼續圍起來自己 三隻村民被控住 不能踩資源 有點難受 YO現在資源量反而是領先的狀態 YO繼續用更多肉馬 想要打出優勢來 這邊再圍 玩回這個圍速度很快 好馬攻來了 可以抓個一村 應該是可以 但是要扛下TC的傷害 哎呦 及時收村 好搞定 那這邊再把阿夢牆給遞掉 馬攻出來了 好這個村民出來 還是被抓掉 尷尬 反正這兩村沒事 變成一村出事了 好 viper馬上點下了跟蹤技術 馬攻已經來到了八隻 是射箭場 全力產能 好 全力產能 好 這個時間點 肉馬完全沒有抵抗能力 OK 射倒之後 開始往前 YO一定要把家裡圍死才行喔 不然這個馬攻溜進來 就只能狙了 好 趕快圍死 不留牆 只留了一個洞 這個洞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mip 不知道怎麼衝進去呢 好 家裡用出來的馬攻去 欸 就還是被抓了一村 走進去了 YO YO 沒有看到這個洞 吐了 真的是要吐了 哇 沒辦法 YO 這一波 真的是炸裂了 這一波本來 是 YO優勢的狀況 現在 YO 因為這個洞 現在家裡血流成河 被抓了三村 哇 怎麼辦 村民還收村 沒有辦法工作 好 轉出了騎士 盡可能量的爭取時間 哇哇哇 本來是大優的YO 現在變成大獵阿 要炸獵的獵阿 好 後面趕快補一個城鎮中心 有城鎮中心 村民就有地方可以逃了 喔 這裡要硬抓村民囉 一村 兩村 三村 四村 五村 六村 哇 VIPER直接爽抓六村 來到了十二村民的擊殺樹 YO本來是優勢方 現在變成烈士方了 好 RTS遊戲就是這樣子 本來是優勢的一方 很有可能一個 騷擾 或者是一個歐伊斯的患家 就會變成 變烈士了 好 但這裡也不算換家就是了 VIPER這個 算是很穩 加利還是有兵防守 好 騎士拉過來打架 馬攻打不贏 但是VIPER 把這坨馬攻 秀到了極致 最後可以再秀一隻 騎士嗎 唉沒辦法 差一個 差一個射擊 好很可惜 血量慘掉了 這裡YO要趕快補 修道院 修道院 現在沒木頭 所以先只能 緩緩 把騎士放在家裡 先不出門了 先不出門了 不出門了 好 讓血肚子出門吧 那現在 VIPER是有彈道學 然後雙TC 農上去 馬攻繼續出 好 在野外稍微 看一下地圖 待會可以來打個野 好 直接補了 護衛技術 跟步兵鎧 這一波 是要走 哥德衛隊的路線 哇 直接走哥位 打馬攻 效果其實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VIPER這一波 馬攻 騷擾想來控石頭 不想亂出哥位 因為早就已經挖出來了 好 剛好石頭挖到100石頭 待會開3TC也沒問題 馬攻繼續控你木頭資源 要你 逼你出哥位 出來跟我打架 好 二級的步兵鎧甲 有打算點嗎 好像點不點 無所謂就是了 選基礎防護率是6點 馬攻是 這個 8點 所以點1防 基本上怎麼打 都是1滴 好可以看到 哥位喔6加1 7點防護率 馬攻是8點 所以怎麼設都是1滴 哇 哥位打馬攻好痛 這個傷害有點炸裂 4刀 砍死1隻馬攻 相當炸裂啊 這個傷害還是5刀 把1刀16滴 那應該是5刀 好 這次數量夠多 雖然都在抓癢 但抓癢抓多了 各位還是會倒下的 好 如果打不贏 那就是各位數量不夠多 好 VIPER這裡馬攻 怎麼突然回家了呢 這裡沒有打算要插寶了嗎 VIPER其實也可以來這邊插寶 控住YO的主金 但是現在插下去有可能會插不贏 所以選擇了回頭嗎 有可能 因為各位打正面是 比現在VIPER打馬攻正面還要強 VIPER這邊打正面絕對是打不贏 所以一定要透過拉打去爭取時間 好 好 手刀員補下了 開始補血 家裡的狀況慢慢穩定下來 各位過來砍了一刀 射倒了一隻 好在射 繼續拉打 打掉了一隻各位 好 各位現在 被 集火3次 就會倒光 20隻馬攻 數量金很能夠成型了 好 VIPER墊下了二級農田 好 我還是要繼續走各位吧 沒有打算要轉型 戰毛兵嗎 那戰毛兵的話 就不能很有效的去克制 或是有主動權 好 這裡馬攻有點送喔 送了4匹馬攻 好 各位直接走進來 結果被村民一套 上勾拳 帶走了 各位殘血實在是太慘了 下面生物開始撿了 VIPER生物爽撿一波 但是各位開始直衝VIPER家裡 這就是不轉戰毛兵的好處 你以為我各位只能防守嗎 不 我去你家燒喔 也是笑我頂呱呱的好 哇 那個真的是 有夠坦 各位怎麼打不是ED 每一隻各位都要射60下 才會死掉一隻喔 這裡要趕快轉騎士了嗎 還是繼續用聖旅防守就好了呢 聖旅防守也是OK 聖物撿完 拿到了三個聖物 後面三隻騎士過來 白婆好像沒有看到家裡的狀況 好現在看到了 回頭招搶了一下 三隻騎士可能要沒了 一隻招到 第二隻招搶 沒有辦法招到 斷招搶了 後面已經開始血流撐了 YO這一波已經抓了五村 第六層也有機會 好 那現在看起來 viper還是精氣 好了一些喔 剛剛那個收村 讓YO的經濟有所炸裂了 現在已經來到了 2000經濟的差距 YO中補下了惡農惡目 經濟也開始慢慢好轉了起來 好 YO應該還是想要打後期了 打營運路線 好這波各位 再走過來 看一下這波 各位 要小心 沒招搶到 難道是點了前程嗎 沒有前程 還這麼能抗招搶 好 右邊有一波騷擾 YO這波騷擾 又賺到了幾隻村民 還抓了一隻僧侶 好YO這邊 各位有點麻煩 招搶到了 至低各位 左邊的各位 開始被騎士給擋住 這裡白盆不轉騎士 真的可難打得贏哥的衛隊啊 好等一下五政府狀態了 YO 大軍 要來了 好五隻 五個軍營 開始要來 衝進去了 五政府狀態 可以讓 軍營自己 產出各的衛隊 不太需要拖過城堡了 等城堡的產能 可以被城空出來 待會要按巨頭 也比較輕鬆 好這邊低調 唉唷馬公過來 拉走 有彈道學 應該追得到 但是步兵前面有點多 再繼續招搶 有彈泡 完蛋這一波 最後有招搶到一隻馬公還不錯 還不錯 但是YO前面的經濟 不是那麼的好喔 各位趕快拉回來聚集一下 現在VIPER的主力部隊 已經殺到家門口了 現在村民處 111村 對上96村 YO現在陷入了大獵市 現在只能被迫 等一下支援 存個一波兵 大概二三十隻 好這波各位還要再存一下 哇 VIPER這邊還直接手點槍兵阿 這個很細阿 OK細節拉滿 VIPER這邊細節一直在做 好 讓各位存在 槍兵不存在的世界 好這邊稍往後拉 想要點槍兵 這一波會打起來 YO這波的兵力有趕上 這波有機會打得贏 但是VIPER還在點槍兵 槍兵越點越多 VIPER這波各位也被貼到了一些 後面馬公上高地打得非常舒服 VIPER這波防守打得很好 YO擋住 YO被擋下來了 但是後面有人在蓋軍營 開始要直接 產地直銷哥的衛隊 哇 產地直銷 VIPER有沒有發現了 後面已經被入侵進來了 哇各位直接在你的屁股後面開了一個洞 好 各位很努力的 繼續往前衝 VIPER這邊開始有點扛不太住 馬公趕快打一下 好直接扛住 各位現在數量還是有點多 21隻馬公 好但是各位已經在後面砍了非常多的村民 VIPER應該沒有想到後面有這麼多的各位 這一波已經達成YO的目的 好正面過來壓寶 但是前方的騎士數量不夠 VIPER本來剛剛想要上帝王的時代 處理一下騎士 所以現在前線的騎士不夠多 但現在絕對不能上帝王 上帝王的話應該就炸了 這裡馬公趕快拉到前線吧 馬公在這裡沒有辦法對各位行程有效的 這個壓力 這裡騎士趕快出 好這裡有把這個城堡給威好 應該是要蓋好了 好請在左兩邊都有哥德爾衛隊 軍營開始產地直銷 VIPER村民被放回去又繼續被砍 吐了 這裡有點控不太過來囉 VIPER 好馬公深入過來想要抓一些村民 但是VIPER村不出依舊是領先30村左右 好這個爆砍 YO應該是穩了 這一波打得很好 但是家裡的位置這個基因能夠守住嗎 好現在守住了 VIPER村民處還是領先狀態 雖然一直被抓村 但是野外的黃金也是挖得很開心 經濟層面來說 YO是落後狀態 VIPER是領先 所以現在VIPER要停兵 趕快升帝王也OK YO待會要面臨的是 經濟落後 然後帝王不兵 經濟能不能穩定下野的問題 所以如果這裡停兵的話壓力不很大 不停兵的話時代又落後 就對於YO來說是兩頭難 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要繼續出兵 可能大概就是城堡打地王 那兇人其實對於打哥德人來說 後期會最大問題就是沒黃金 他到了後期步兵路線非常爛 只有雙手劍兵 而且沒有火槍這種東西 可以抗擊步兵 只能用大落馬去打這個步兵單位 所以後期對於VIPER來說是有黃金上的壓力 對於YO來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只要能拖到月後期 拖到你沒黃金 那勝利的天平 可能就會傾向於YO這邊了 所以YO這邊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活到後期 只要我現在不死 我就能有機會拿下比賽 YO現在的判斷相當正確 你出這麼多騎士 VIPER 你到了帝王時代 你就沒有東西可以對我 做出有效的抵抗 即使你有五勝物 錢總是會花完的 畢竟我擁有非常多的折扣 折扣大師 用數量而吸你 這就是哥德仁的強項之處 好現在VIPER點下了二攻 帝王時代還有三十秒左右的時間 現在八個馬就 不要繼續產騎士 好右邊的騎士直接貼上 這個軍銀 右邊這個軍銀 也趕快拿下才行 但這邊就是產槍兵 不得不說YO這個野軍銀的打法 打的是真的好 讓VIPER確實沒有辦法很穩定的 可以去騷擾他家裡 好伸到帝王時代 點下了二攻 巨頭鏟出 要不要先點三攻 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點下 三攻 要馬上補嗎 好買賣一波 好砍掉這邊 這個軍銀還在蓋 先點下了三防 而不是三攻 好那目前哥德衛隊 數量還在慢慢穩定起來 現在聰明處來到一百十六村 YO有點沒有辦法專心的去按村名 因為護兵的消耗真的是蠻多的 好這個軍銀快要打破了 其實繼續砍就行了 好YO這一波 鐵軍銀 然後告一段落 但是中間有非常多的步兵 已經衝到VIPER的田裡 VIPER這邊田裡 防守壓力很大 好槍兵這邊高打低 好騎士帶過來 做一個包抄 好這一波槍兵出來也是送掉 好軍銀繼續拖時間 哇哇哇只要戳到一槍都是賺 好軍銀終於搞定了 正面軍銀頭司機來 但是YO早有準備 衝車大將軍來了 好兇人這邊點下了化學跟三攻 還是有補下工兵路線的傷害值 好直接用手撕衝車的方式 解掉這一波 但是各位這邊高打低打得很好 直接擊殺了4匹馬 好中東騎士正面直接回來回首 VIPER黃金樹 繼續想要穩定下來賣了非常多的資源 500肉 繼續壓 反正我現在150吋 優勢很好 YO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VIPER最後還是用重裝騎士扛下了一切 三攻三防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YO這波衝車沒有打進去 應該就算是極限了吧 但不得不說 YO這個野軍確實讓VIPER有點焦愁爛耳了 所以這個野軍也很適合大家去打天梯石 一個哥德的打法參考 那YO這邊其實沒有辦法出到後期 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現在已經空圖空輸了 右邊這個地圖黃金也沒有辦法很好的穩定下來 這也是VIPER為什麼能可以不用打到後期 就可以打敗YO的原因 這都是細節 那左邊這塊黃金好像沒有看到有點可惜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VIPER拿到黃金、木材、石頭上勝利 食物的部分只輸了300食物而已 哇這個VIPER的經濟是真的好 五生物直接產出了2300黃金 這些黃金數量不知道可以輸多少騎士 非常的舒服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